南极仙翁慈讯,自信佛当家 仙佛借窍说的不合理偏差 大家不要听,自己以智慧分辨 点传领导心偏邪 称霸一方,你们也别信 靠山山倒,靠人人跑 自己要明明白白 眼盲只是表面看不清楚 心忙可没救啊 心一忙就乱信 假师假祖出现,到时听谁跟谁呢 都别跟别信,自己守住初心,兼顾道念 始终如一,守死善道人心 至终才能认祖归宗 当年天道未明朗化,一半道开班 警察会来查,甚至抓人 结果没有鸾塘是济宫的,现在到明了 大街小巷各鸾塘大小,街市挂济宫 你们分不清,认不准,起贪念 到处去问千师,求发财,求平安 求家中种种,自己信念倒了,如何站立 对其理认不准,很容易误入左道旁门的 先佛借窍了,有的求病痛,求长寿,求家庭 别人忙,你们不能跟着忙 你们要带领大家破除形象,认清真理 先佛借窍是应机缘的呀 将来各有盘,各有机各乱道场 如何分辨真假 俗话说老神在在 如果施了神,如行施走肉 被人牵着鼻子走,太可怕了 早早破除形象,借窍开杀非究竟 是一方便法而已 日后鸡盘到大考时,你们分不清 处处都说奉命来办收缘的 这里说训文好,那里说训文庙 处处都说是某某佛将士丹重任 办理末后的,到时你们怎么办呢 守住自己自信佛 集中 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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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